萊豬这一项公投呢 民进党希望大家可以投下的是不同意票 国民党希望大家投的是同意票 但现在国民党内有另外一种声音出现 这是国民党的国际部副主任黄玉军 他在设访时他说了 反萊豬公投在某一种程度上面 的确是会影响到台美经贸 感觉丽莹听到他讲的话 一直就说哎呦 你国民党还是有人站在我们这边哦 所以呢趁凤差针 他喊话 国民党应该要多听听年轻人的声音 今天蒋万安呢出面澄清 说呢国民党的立场是很清楚的 就是呼吁民众为了食安要站出来 投下反萊豬公投的同意票 我想这几波的民调大家也很清楚 都有超过六成的民众是支持年底的食安公投 也就是反萊豬公投 国人捍华人捍卫食安的立场非常坚定 我们对于食安的要求也非常的高 大家对于孩子的健康都希望他们使用到健康安全无余的食材 到欧盟到今天为止也都是禁止庆口萊豬 所以也没有看到有说被制造任何的贸易障碍 那美国也有八成的猪肉是不含萊鸡 也都消亡这些狂大的市场 所以我想国人都很清楚 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些不断的接讲 能够跟民众面对面的沟通 更清楚的传达年底公投的资讯 让民众更了解更关心1218的食安公投 勇敢站出来投下同一票 刚刚看到了国民党国际部副主任 有不同的声音之外 现在宜兰县长林滋庙对于某一项公投案 他也是有意见 他反对重启核四公投 所以有人就讲了 是不是你国民党内还没有瞧好各方意见 今天朱立伦受访时他回答 他说国民党提出来的是反萊豬 跟公投绑大选这两个案 这是党的基本立场 另外林滋庙所提到的重启核四 以及反对三七案 这两个案子则是民间团体所推动的 不过朱立伦说他会尊重而且协助 您知不知词 您同不同意核四重新商转 没有安全就没有商转 为了我们宜兰姓名的健康 我们就是反对我们的核四 好所以县长您给宪明的答复是 您不同意核四重新商转 只要有健康或者安全上的疑虑的时候 您是反对的 对 我们国民党提出来的公投案是两个案 一个就是反萊豬 一个是公投绑大选 这个是我们党的基本立场 这个是我们全党一致 大家共同在推动的 另外两个案是民间团体推动的 我们表示尊重也以协助的态度 所以我们的态度是很清楚 两个才是我们党的案 那会去跟县长聊一下吗 我觉得这个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这两个案就是我们国民党推动的 这是我们全党一致 那全党不管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 甚至我们今天到马祖去 到金门去都是一样的 那另外两个案子 我们表示尊重也协助的态度 今年7月环南市场爆发疫情 立委林长佐批评柯文哲防疫政策太晚 被环南市场的自治会长批评 这是一场作秀 一度引发了风暴 而今天柯文哲出席了环南市场的颁奖典礼 使林长佐是没有出席 不过柯文哲在受访时 也确出现了有民众在旁边呛响 很清楚这名男子的呛响 柯文哲还吓了一跳 愣了一项 那么这名男子随后被旁边的人 给带走去安抚 柯文哲是连日炮轰基隆捷运 市场骗局更不满直言 总统蔡英文信誓旦旦说 基隆轻轨是八十亿 是一项伟大的建设 但四年半过去了 轻轨却是消失不见 直言就是看不惯 中央随便讲下 行政院长苏贞昌多次强调 反萊猪就是反美猪 甚至不进口 其实没有办法加入CPTPP 昨天在立法院背询时 他还两度强调 这让美国人很生气 网友则是狂酸 说你怕美国人生气 难道你就不怕 保生大地生气吗 蓝军甚至挖出了 他过去在脸书上面的贴文 因为苏贞昌曾经写下 政府禁用莱克多巴胺 就是我在行政院长 任内规定的 被爆出原来苏贞昌 是反美级先锋 周末兰迎动起来 立委讲万安上市场宣传 公投反萊猪 而行政院长苏贞昌 坚持反萊猪挂钩台美关系 甚至恫吓反萊猪 台湾就无法加入CPTPP 在立院背询时 还说这让美国人很生气 两度强调美国人很气 还拿台湾凤梨 和美国莱猪相提并论 王傲忍不住开酸 神明也很生气 怕美国人生气 难道不怕保生大地生气吗 民进党当年反毒牛 美国就不生气吗 要问苏院长到底是正在 台湾人民的利益 还是美国的 美国也不在CPTPP里面 讲这种话就是 这个就是误导 CPTPP现在是日本在主导 要加入CPTPP 最大问题是误导的盒子 蓝营议员甚至翻出 2012年苏贞昌脸书上的贴文 他写下政府禁用来课多巴胺 就是我在行政院长任内规定的 原来苏贞昌当年才是反美级先锋 他当年惹得美国老大哥生气了 所以他今天很害怕 要昧着良心法夹湾 民进党是道地的双标党 在与的时候上街反对 有莱克多巴胺的牛进来台湾 现在他们直战了 所以用其他很多的理由 来恐吓台湾人民 他说美国人很生气 台湾人民的健康 不能够用任何的政治利益 经贸利益来换取 民进党如今法夹湾 以为吞了莱猪 就能在国际所向无敌 美国还会出兵相挺 恐怕是装睡的人 叫不醒 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